的这件事情做到 OK 然后也不算办研讨会 就是怎么样 做这件事情的老师做到了 然后你分享给其他老师 因为很多老师还不太懂这个东西 不太懂AI 然后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教学生 所以其实会有很大的冲击 如果老师多了CHGPD之后 会变成什么样的老师 是更AI的老师吗 OK 另外学生如何应用CHGPD 辅助你做报告这件事情 当然目前看到 有一些报道都是负面的 但是你也可以去看看它正向的 它或许可以得到这东西 它再修改一下 不要说直接就把它Copy贴上 然后就缴交 这样不太好 但是至少你可以改成比较好的结果 我觉得应该可以正向思考 而不是负向思考 OK 然后呢 运用什么呢 这个自动生成的 这个文字摘要表格翻译甚至程式 然后它有一个丰功伟业就是说 它是目前史上用户增加最快的消费者应用程式 等于是说两个月就增加了一亿个用户 它真是简直爆炸性的一个产品 也就是你会发现 曾几何时完全没有人知道的一个关键字叫XRGVT 突然间大家都在讨论 这简直是比那个COVID-19还更厉害 传染力还更快 应该有 你看两个月就传染给一亿个人 这传播速度应该比病毒还更厉害 所以这个东西就值得去思考 那但是呢 有些东西是路遥之马力 就是你现在很多人用 不代表以后还会这么多人用 所以值得去思考它未来 那我是建议就是说 注册的步骤我刚刚有提到 用那个Google帐号应该是比较简单的 或者委婉帐号也都OK 它的关键字其实就是XRGVT 或者你到OpenAI的网站 也可以直接就可以做登录动作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 因为我之前有曾经想过 用我的email注册 我发现它很麻烦 它每次都要叫我输入验证码等等的 然后每一次又要叫我重新改个密码 这是麻烦的要命 所以后来我就用Google 如果我是担心我本来不用Google 直接登录的一个地方是担心有被窃取 Google帐号的风险 但是后来发现也没办法 好像你用别的方法不方便 完全算了 就直接用Google帐号 OK 那再来的话 有关那个XRGVT的相关功能 那功能其实就是大概知道一下 所以第一个一定可以猜得到 就是写程式这件事 那第二个它还可以回复邮件 所以你回去可以练习看看 如果你想要回复一个邮件 你可以把那个寄件人写的东西贴给它 然后请你帮我回复这个信件看看 看看它有没有办法回复 它写程式这应该没问题 然后还有修改文法的错误 就是说比如说英文文法 里面到底有没有错误 请你帮我找出来 它真的会帮你找出来 它蛮厉害的 但是我后来看那个报导 Google帐号最强的就是这个部分 就是在英文的这种翻译跟那个文法 所以你两边可以比较 因为Google帐号不是说全部都比较弱 写程式这一块我是觉得应该是比较弱 但是其他部分不确定 所以AI目前来看应该会越来越多 可能不是只有像那个这个微软 应该是AI 然后Google 其实下一个我在想说会不会是Amazon会不会出来 应该也会吧 Facebook会不会也应该也会吧 这种传统的那个软体公司 怎么可能把这一块大饼 看得到吃不到 哇你们吃得这么开心 对我什么都没有办法分到 不可能吧 所以下一阶段应该会如以后春笋 但是那为什么没有这么快推出 哇这个简单 大概很简单吧 十年磨一剑 十年 你想说老师没有啊他不是才2015年成立 2019年推出来了 是才几年吗 就推 本贵讲了绝对没有这么单纯 这个背后如果没有微软 在support他的话 绝对不可能有这么好的一个东西 OK 所以我在想说背后的一个最大的推手 应该就是那个微软的那个执行长 目前的微软执行长 是一个应应 应该算应一 这是应一的美国人 好像叫什么沙迪啊 我觉得他这个很寒妙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 目前的那个像微软跟Google的 上面的执行长都是应一人 OK 很妙耶 印度人在这方面真的蛮厉害的 然后呢 我发现他大概进微软大概十年左右吧 我在想说他十年前大概就开始不去 真的十年磨一剑 不是说好像想一下子就可以有个东西出来 其他还有什么 故事创作 还有像写诗 写词 写歌词 还有像整理资料 这大家都还强项 那其他的话 当然呢 我刚刚有提过一个 这个GPT的Plus 这个我想 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加了 所以我也不能太多评论 所以如果你假设你有 CHAD GPT有Plus的话 或许你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没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然后要怎么使用很简单 就是左上角有个NewCHAD 然后你按下去之后你就可以在底下伸讯息了 那我建议一个NewCHAD它不是只有可以伸一个问题 所以你们NewCHAD左上角然后就开始伸问题 你一个NewCHAD等于是里面可以放很多个问题 等于是有点像一个Group 那你可以再把这个NewCHAD给取一个名称 它旁边不是有一支笔 你可以修改你到底这个Group的问题是主要问什么类的 等于一个NewCHAD就是一类的所有的问题 你都可以在那个地方发问 而且这些问题 问题跟答案也会存起来 所以它会存在你的账号里面 下一次你打开都还会在 OK比如说我里面的话 其实我有针对上课 然后上课里面的东西我就给它一个NewCHAD 然后底下的话比如说这一张 就是给它一个章节的NewCHAD 然后里面的话就是这个章节里面的问题 全部通通在里面 我就可以一系列全部都把问题放在那个地方 也可以当个记录 这个的话请各位在使用上面稍微再列起看看 NewCHAD的部分 那其他的话就是讲有关那个 到底GPT3.5跟GPT4到底有什么差别 付钱跟没有付钱到底有哪一些不一样 那我大概列举了 不过自己看一下 因为目前我觉得你们还是可以 如果假设没有必要 也许可以暂时毕竟要选择升级版 这个自己再看一下 它增加了API的调用 那我看到是比较不一样 就是你可以传档案上去 你可以问它那个档案里面的问题 那其他还有这一些 那个ChargeGPT目前的那个优势 那里面的话当然呢 它是有非常好的一个 这个人工智慧的模型 然后另外的话呢 甚至最近的新闻里面也有讲到 就是它可以在那个律师的资格考里面 居然可以考过 然后等等这些东西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它最厉害跟我们比较有关系的 就是那个自动生成程式代码 程式码部分 基本上呢 得到的答案 其实基本上 就是会 那个 让大家觉得说 不会太差 后面我们会举一些实际案例 比如说针对那个 我们一些简单的sample 那当然如果不会写的话 那我们可以自己 请他帮我们写一下 那其中的话呢 我们可以按照那个上面的问题 我们待会的问题来发问 那其他的话还有就是说 在XRGBT常用 常见的问题有哪一些 第一个问题就是 XRGBT是一个什么样的服务 那其实简单讲讲 就是一个聊天机器人 只是说呢 它这个聊天机器人 其实 就是